為什麼沒有接班人 為什麼沒有強而有力的接班人 米馬英九要負責任 所以我們對他之餘恨味道就是因為 米馬英九是在中華民國最關鍵的時刻 坐上最關鍵的位置 而沒有能夠做出最關鍵的決定 改變最關鍵的兩岸的命運 我們覺得他是中華民國的罪人 兩岸的罪人 中國的罪人